上一个礼拜马总统前往了宜兰拜访 圣母医院的院长陈永昕 由于陈永昕长期以来是支持范律的 这么跟马英九总统一见 被外界解读说他是不是已经倒马了呢 不过晚间蔡英文在宜兰造势 陈永昕亲自上台自亲 说他绝对没有倒戈 细雨绵绵 宜兰民众热情不减 情绪激昂迎接蔡英文上台 汉花总统换人做做看 让支持者内心沸腾 而之前马总统来宜兰 传出陈永昕被拔装 陈永昕趁着大家都在 大声恭出心乃威 拔装没露音啦 我只听上帝的话而已 我只听上帝做工 听俞兰人的母 三个人来看我都没露音啦 我就是厉生的 真厉生的对吗 打死不退的铁杆绿 还有台下这些支持者 依然晚间低温八九度 至公煮姜茶 暖身暖心 对对对 管你这头 谢谢谢谢 来冷暖包来 温暖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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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暖包 温暖包 温暖包 暖暖包大放送 让民众不再冷气气 别看蔡英文只穿羽绒外套 加白色围巾 其实有秘密武器 我们好 温暖好冷喔 是啊 我看你很冷喔 你有没有带暖暖包 有 好 好 谢谢 小英靠暖暖包 在台上撑过风寒 越讲越激动 造势晚会 羞滚滚 东森新闻 欧俊杰黄慧 SNG小组一案